那一项的人啊 就像这扁豆焖面 掀开锅盖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好吃 这味儿啊 还真不赖 首先先把扁豆捐成段 扁豆焖面 如果您这方法不得的啊 这面条不是加生就是过火 怎么办 就是蒸锅中水开 将面条铺开 蒸之前啊 在这面上 我们稍微给它淡一些水 上汽蒸10分钟 这面条啊 要想做的好吃 一定要有一个胀调的过程 这个胀调的过程 就是让面条吸收水分 那我们这边预备一碗清水 水中调入盐 黄豆酱油 生抽 再预备一个小碗 还要放上 生抽 黄豆酱油 盐 香油 蒜蓉 将它调匀 玩一波 轻一波 干净里酥 时间到 关火 蒸好的面 直接下入调好的汁当中 这个呢 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胀调 热面 加入这个汁当中 可以快速的吸收汤汁 这样焖出来面 既没有硬心 同时又不会粘连 占好条的面条 咱捞出来 这边呢 开火 锅中 来点底油 下入五花肉 五花肉呢 我们一定是凉油下锅 这样慢慢煸炒 才能够把五花肉当中的油脂 完全煸炒出来 五花肉微微变色之后 下入一颗八角 葱姜 煸炒到五花肉土油 下入扁豆 扁豆炒至变色 下入我们占条用的这个水 下入水之后 咱们这扁豆 您烧煮上那么两分钟 让它断断生 下入占好条的面条 加上锅盖 耐心等待五分钟 请我收汤 小宝 时间到 起锅 把咱们调好的这个汁 给它加进来 趁着这个热乎劲 咱给它拌匀 美食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用简单的食材 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知道 爱令我好 哇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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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